十年 我大宋九州 边界分歧叛乱 叛军分尸 劫鲁山东 山西 抢掠河南 河北 各处州县受尽侵略之地 纷纷深打表文 奏请朝廷救援 朝廷随派枢密使同贯 为先锋大元帅起兵抗辽 卢俊逸既是同贯帐下及先锋 卢俊逸永贯三军带兵有放 领兵一路溃敌 辽军节节半退 卢俊逸几日内接连夺回 霸州 雄州 卓州 冀州等地 所向帝 令辽兵文庐丧难 宋军 贫奏凯歌 辽军 败将残兵 一路退到 潭州 御典县 彼时 辽军马快 来得快 去得快 进可攻 退可守 卢俊逸先祭 他与他仗下神机军师铸 轻率小谷人马 半座主力又移出战 令辽兵尽数包围他 铜冠可趁机引大军在外围再无知 叫他逃脱不得 到时 理应外合聚而灭臣 去除国家大患 那铜冠 知识好迹 唯孔于麒麟 功高感慨了他 又欲将 卢俊逸 浴血奋斩之功 贪为己有 尤其 蔡经铜冠等朝中奸贼一党 曾笼络卢俊逸 卢俊逸却心存忠良 不肯驱咽覆势 与之同党 铜冠既恨在心 要借机加害卢俊逸 便准备了卢俊逸的陷计 卢俊逸诸诸兄弟 一计行事 诱敌将其包围 离挂敌中 拼死古称 单等铜冠率大军来围 可同观 那杜贤技能的贼 迟迟不肯发兵 要眼看卢俊逸活生生 战死沙场 卢俊逸只杀他再无指望 血头战甲 目眶的灯烈 幸亏 众将士拼损护着他 一人一马 突文一出 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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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走 啊 dai